全民和孫义珍在10日宣布结婚 在去年元旦才忠于怨爱的他们 虽然当时官方声明是从爱的破匠播毕后才开始交往 但两人从2019年初被拍到在LA超市约会就开始传绯闻 然而每次都遭到否认 在拍摄爱的破匠期间更是火花和默契十足 日前有韩国记者爆料爱的破匠庆功厌食的幕后故事 当晚正好是结局播出的日子 现场气氛高涨干杯声此起彼落 身为女主角的孫义珍也喝到满脸通红 就在他旁边的玄冰看了并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在其他工作人员或演员们前来向孙义珍敬酒时 都会默默的把他酒杯里的酒喝掉 也就是韩国常说的黑骑士 在酒局上的黑骑士会帮女生挡酒 通常就是表达喜欢的意思 而玄冰如此超绅士的男人剧 在场的工作人员也都看在眼里 即便当时还没交往 两人的关系显然不一般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